台南有男子就诊完要牵车 发现自己的机车被一旁侧倒机车刮伤 结果侧倒机车的车主出现是一名阿贝 他不但没有打算赔偿 还用口水抹在刮伤的地方 说这样子就能够修复 让男子当场傻眼 抹了抹嘴巴沾点口水去涂刮伤的地方 阿贝说这样就能修好 男子看傻眼一把火直接上来 新买的机车被刮伤已经很不开心 阿贝还用口水去抹实在有够饿 阿贝朋友帮忙道歉 但对男子来讲就是一个起摸级的问题 看完医生出来要牵车 发现爱车被侧倒机车刮伤 而侧倒机车的车主就是这名阿贝 没有要赔偿就算了 竟然还寄出口水修复法 到底口水修复法有没有用 实际问问车行业者 业者说这种修车法根本不存在 新车被刮伤还被人用口水抹 这行为恐怕任谁都无法接受 记者台南综合报导